我都很想念你 不要哭 视讯高龄94岁 住在养老院的妈妈 两人讲到都哭了 香港疫情反复失控 不少港民抱怨连连 港媒公布民调 指港府官员不及格 四成名义认为 是人为疏失政策失误 还有三成八是政策迟缓 举期不定 另外一成七 指港府纵容惹祸 要求独立调查 在下届港府要处理 就责现任港府 特首改选将在五月登场 林郑月娥连任行情看淡 传出警队出身的政务司长李家超 很有可能参选 而且日前他还前往深圳 会见北京官员 港媒指出 疫情特上国安法实施 下届特首将是北京主义的人选 没有意外 提名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